仔細算著手裡還有多少現金 這些紙鈔對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來說 猶如黃金般珍貴 受到政爭影響 當地如今面臨嚴重現金短缺 導致金融機構被迫歇業 讓這些巴勒斯坦人 即便戶頭有錢還是領不出來 美聯社記者實際調查 發現很多商家根本不收過於老舊 或是破損的貨幣 讓困苦的巴勒斯坦百姓 生活更加艱困 才剛從ATM取出的紙鈔已經變得破破爛爛 讓民眾倍感無奈 雪上加上的是當地通膨情況日益加劇 只怕戰爭一天不結束 這些百姓就無法過上安穩的日子 三弟兄我是飛船報道